大家好 据外媒报道呢 中共解放军呢是加快了武统台湾的步伐 最近爆出来呢 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呢 部署了高超音速导弹 就是那个东风-17 解放军这次部署的东风-17呢 它逐渐替代了以前的东风-11跟东风-15导弹 因为以前的那个东风-11跟东风-15导弹呢 它的距离比较短 只能打到台湾的北面 它没办法打过那个台湾的那个中央山脉 所以呢 它不能对台湾进行全新的覆盖 这次呢 它就部署了全新的东风-17 东风-17这个导弹呢 是2019年国庆的时候第一次亮相 这个导弹呢 非常牛 射程呢 达到2500公里 速度呢 达到了12000多公里每小时 可以说 从广州达到洛杉矶 也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听上去是非常牛的 但是呢 东风-17呢 还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它就是不易于拦截 解放军号称呢 这是世界上唯一没法拦截的导弹 因为以前的这个巡航导弹呢 跟这个弹道导弹呢 它都有两个缺点 就是你这个航机啊 很明显 很容易被拦截 你比方说巡航导弹呢 实际它就跟飞机一样 是在大气层里面飞行 那么巡航导弹呢 要打破大气层 然后到达目标上方以后再进入大气层 那么它在这个大气层外这段时间 它是没有办法变轨的 所以说呢 按解放军的说法呢 这两个导弹呢 都是有致命的缺陷 但是解放军的东风-17呢 它由于采取了特殊的弹头吧 所以这个东风-17呢 它可以在大气层里面飞行 它在这个大气层里头呢 而且可以做这个漂移 它可以在这个大气层的内层跟外层之间呢 不断的这样上下的做弹性飞行 就是说它的这个轨迹呢 你不好捕捉 然后到目标上空以后呢 突然冲出大气层 飞向你的目标 可以说没法拦截 这是解放军的描述啊 因为呢 现在没有经过实战 也不知道它真正在战场上的反应怎么样 但是据它上一次的视线呢 说呢 这个导弹呢 离命中靶心三米远 说这几年还有提高 那肯定是直接就是指哪打哪嘛 那么作为导弹来说 离上几米实际都是无所谓的 所以它部署了这个东风-17以后呢 可以说攻台的武力值呢 大大的提升 那么解放军在对待台湾这一块 它为什么不断的在加强这个导弹的这个进攻呢 实际呢 外国军事专家分析呢 是由于解放军的两栖作战能力明显的不行 这个我不知道 国外的军事专家是怎么评估的 是从它的这种海军陆战队的组件 还是从它这个两栖登陆的武器装备 可能这方面人家有综合的评估 但是人家能做出解放军现在两栖作战能力不足 那么我想肯定还是有依据的 那么从现在解放军对台湾的武力来看呢 一个就是它的空军 据说是很厉害 对不对 然后呢 现在又有这个航母了 也显得很牛 然后呢 现在又有密集的导弹系统 所以呢 它也表现了信心满满 但是现在美方的这个军事专家啊 评估以后呢 他认为解放军现在如果说想攻占台湾 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可能在未来的10到15年 可能会具备这个完全登陆台湾的能力 给了这样一个数值 让人觉得跟解放军这边的差距给的比较大 这次呢 外国军事专家呢 还分析呢 就是解放军呢 这次他部署这个东风17导弹 逐渐替代以前的东风11跟东风15 他一个是想提升战斗力 第二个呢 他的这个策略可能有所变化 就是他在攻打台湾的时候呢 他为了应对美军 及其盟国的支援吧 他制定的是这种围廉打员政策 就是我拿这个短程导弹 比如说东风11东风15 像以前部署的这些导弹 还有空军海军呢 向台湾发起进攻 当美方的航母舰队来增援台湾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东风17呢 去定点打击这个美军的航母舰队 他有这样的策略 这个也是美军看穿了 中国想用的围廉打员的政策 大家都知道吗 解放军以前打仗的 实际就那么几招吗 一个深冬机析 一个围廉打员吗 对不对 我们从电影电视剧来看呢 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招数 另外在这个报道里呢 美军呢也透露了一点消息 他就说啊 经卫星图显示 解放军呢 已经对东南沿海的海军陆战队 跟火箭军的基地呢 进行了扩建 这几年下来呢 应该扩建了有一倍 而且他专门指出了 说在广东浦宁啊 以前解放军的一个导弹基地呢 最近已经完成了扩建 而且装备了新型的导弹 对不对 他在这里头呢 他专门带这样一段话 我想他的意思就是 你们搞的那些东西呢 我全部都知道 他肯定是有这个意思 但是从现在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部署来看啊 他这种双航母的布置 那么中共呢 是不敢轻易武力犯台的 我想呢 这种挑衅还是有的 那么他一定会等到 美军说的那个 具备了完全的两栖作战能力 然后呢 对台湾进行一个立体式的攻击 一下把它搞定 那么这一看又能拖十年十五年 那么这个武统怎么变得遥遥无期了呀 是不是要等到中共坚持一百年的那一年 在武统台湾呢 所以现在这个事啊 真是不好说了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解放军这边还是打嘴炮的成分比较大 那么国内呢 不做一点军事上的动作呢 好像也交代不过去吧 所以现在这个事呢 我们也只能继续观望 这个呢是外媒最新的报道 就是你解放军啊 装备的东风时期 别人也都看到了 但是别人给你了一个评价 就是按照你现在的能力 两栖作战呢 还在十年十五年以后 那么你现在装了这个导弹 理论上 你能打得更远 而且解放军也说了嘛 2500公里的射程 打台湾 确实有点小题大做了 但是人家也看到你这个目的 就是想围点打员嘛 所以说解放军的一举一动呢 都在别人的掌握之下 因为到底我觉得这个军事啊 我觉得美国跟解放军 是差了好几个蛋 真是这样的 这几天我们看到这个视频上面 显示了美军那个极光武器 你看了以后也是非常震撼的 那就是彻底颠覆了我们的传统 那么这个事呢我们就说到这儿 等于说别人这个报道呢 也就是告诉了共军 你们搞的那些东西 我们都知道 仅此而已吧 这两天呢 国内网络上呀 流传一颗奇文 它的作者呢叫李逍遥 而且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这篇文呀 能在国内的网站飞船 飞船还没有屏蔽掉 现在还能搜到 所以说国内的这个政治气氛呢 应该是非常诡异的 那么我们看看 这篇文章是怎么说的啊 他就是暗讽 习主席大撒病 文章写的很有水平 大爱的男人 四年内他大爱无疆 他慷慨大方 他灰金如土 他撒向人间都是爱 得到爱的国家 委内瑞拉6500亿美元 俄罗斯4000亿美元 印尼500亿美元 拉丁美洲1180亿美元 巴西100亿美元 德瓜多尔120亿美元 非洲600亿美元 恩格拉74亿美元 中东国家550亿美元 蒙古55亿美元 后面还有若干省略号 他把钱无私的撒遍了全世界 却没有给自己的国民 些许福利 我们应该表示理解 因为给自己国民 那是小二 无足轻重 给世界民众 那才是大爱 大爱无疆 为这个伟大的男人 点赞 转 然后就在国内狂转 所以习近平的 这种外交政策呢 他在国内呢 并不见得赢得了 多少人的赞同 只要是有脑子的人 都能看清楚这个事情 对不对 你任何国家 你要优先考虑 自己本国国民的利益 对不对 结果你现在呢 国内还有六亿人 月收入不足 一千人民币 就等于说是 两百美刀嘛 对不对 但是你撒出去的这些案 是多少钱呢 人家算了一笔账 就是这么多钱啊 全中国免费医疗 能用几百年 对不对 但是现在中国的 实际情况呢 你只要得个大病 看一下 因病治平 而且你根本就 看不起病 这个跟美国的情况啊 是完全不同的 美国呢 可能也存在着 你看了病以后呢 可能会欠很多账 就是你的保险 没有覆盖的话 那么他不会 给你不看的 他先把你病看好 账单发给你 那是别的部门的事 那你能不能付得起 那是根据你的实际情况 他跟中国那个性质啊 是完全是不同的 所以这届政府呢 把中共搞到这个程度啊 尽管有很多 无脑的五毛粉红战狼 但是这些人呢 他并不能代表 国内的这个精英层吧 我想国内 还是有一些 有见识的人 完全是看透了 他这个情况 那么你像那个 说要替中国 杀光六亿低端人口尿的人 我觉得那种人 也是少数的极端分子吧 大多数人呢 只不过是没有思想 人云亦云 而且呢 现在的这个 国内的生活状况呢 还不足以使这些人 吃不上饭 对不对 还凑合着能往前走 等于说 大家呢 还留有点老本 但是再往前走呢 再过一年呢 对不对 你这个东西 不能无限期的 去耗下去吧 你一个国家 如果没有良好的 经济循环的话 那么他总有崩盘的那天呀 那么我们现在就看 这个要崩的东西 就摆到呢 就是房地产 对不对 如果说房地产一崩了 那么中国后面的东西 那就会崩得一塌糊涂 实际他可走的路 也只有那一条 就是重新回到计划经济时代 但是目前的情况是 你党内还有那么多人 是不是跟你一条心呢 是不是愿意跟你去 过那个计划经济的日子呢 对不对 毕竟这么四十多年下来 这个国家实际是被 你们这些黄二代家族 给夸分了嘛 那么你这样做呢 又损害了很多黄二代的利益 所以说 习近平的这个位置 能不能坐下去 在一定程度上 实际还是个变数 但是作为江泰公来说呢 我是不希望他们 党内这样去交替 交替过来 交替过去 还是这些人 换汤不换药 老百姓没有得到实惠 那么我最希望的就是 彻底的共产党垮台 把原来那套东西 彻底否定了 我们重新来建设一个 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 这是我所希望的 我不希望他们这些腐败的更替 我更不希望他们是 一个腐败集团 打倒另外一个腐败集团 老百姓呢 照样是韭菜 实际呢 我看到这篇文 我觉得对习党有怨气的人 是非常多的 如果说没有高层的放手 那么这种文章 可能就秒删了 证明呢 在国内也确实有倒席的声音 好吧 这期节目我们就到这 我们把国外国内的两件事呢 放在一块给大家解读了一下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